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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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們邊唱著歌 一邊走進木柵動物園 藝人王瞳 王燦當起領隊 第一站先來到孩子們 最期待的貓熊館 看到可愛的貓熊大聲say hello 小朋友們圍在貓熊前 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 藝人王瞳和王燦 也在一旁當起解說員 他小時候去動物園看穿三甲 台湾市社會局舉辦木柵動物園 一日遊邀請弱勢家庭的大小朋友們 和八點檔男神女神 來到木柵動物園交遊相見歡 給動物看 看到他們呢 就是在那個大太陽底下 流著汗然後還帶著笑顏 欸不簡單欸 對我覺得這些對孩子而言 是個很特別的回憶 而且這個是用錢買不到 很棒的經驗 對很棒的回憶 台灣很多社會的角落 是需要我們去關懷 跟關注的 那希望可以拋磚引玉 然後做些這些小小的事情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很多小角落需要被幫忙 被幫忙就被看見 兩人過去在八點檔演過福奇檔 培養出好默契 現在又一起來動物園一日遊 讓王瞳直呼太有緣 可以跟燦哥一起 我第一次來民視演戲的時候 就演他老婆 然後第一次來動物園 第一次來動物園也是更 這回一起為公益站台 希望家長小朋友們 層下滿滿的快樂回憶 民視新聞 我們政府報導 我們政府報導